我們今天看到的美國對中國的經濟對策 在限制一些技術的貿易跟投資 這是商務部長的業務 這裡可以看出來 美國在經濟上限制中國的成長空間 釜底抽薪 希望改變中共的這種不守規則的 破壞現狀的這種行為 那麼這樣的一個方向 大方向是這樣子 不會改 然後呢 而且只會持續加重 那台灣這邊要了解這個國際大環境 在一些技術上 不要間接為中國企業來提供那個破口 來幫他們繞過美國的那個限制或禁運 因為這樣子的話 將來台灣自己會私信於美國 那台灣持續從先進國家取得技術跟市場 將來如果美中關係恢復和解 那包括台灣韓國在內又可以去中國大陸投資的時候 台灣才有東西可以拿得出來 現在急急忙忙就要去幫中共解圍的話 可能會適得其反 所以我們看到今天的國際局勢 要重新把台灣算是在全球化當中重新布局 將來台灣一樣有能力在新的階段之下 對中國大陸將來的發展做出貢獻 宋老師 世界在變其中一個大的角色就是中國 中國過去的崛起給人很多的幻象 認為說它的經濟發展模式是成功的 或者說呢它是一個和平的勢力 可是最近特別是這十年來越來越多人看清真相 我們華語的世界 各位都知道中國是玩什麼樣的手法 能夠取得這樣的一個表象上的經濟榮景 可是它內裡有很多的問題 其實我們也都知道 另外但是西方世界就會比較後面才跟上來 另外一個是中國的所謂和平的意圖 它到現在其實沒有真正搞清楚說 其實不是美國跟歐洲或是西方國家 想要對付中國或是壓抑中國 其實沒有的事情 其實一路上幫助中國最大 先是中資港資 台資 還有這個其他國家 然後就是美國 其實沒有人要壓抑中國 而是世界各國跟他講的是 你某一些行為模式是有害的 是破壞國際秩序的 是要改變現狀 這些是我們所不能容忍的 我們希望中國的領導人 能夠越來越多的看清楚自己的方向 然後並且真正跟國際能夠接軌 讓中國成為不但是一個有錢的經濟大國 在行為上面也是一個走得出去 繼續能夠抬頭挺胸的大國 嗯